受到轩兰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隔离山区出现大雨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新竹五峰大桥 溪水暴涨 水流非常湍急 整个土石流没办法过了 而新竹12线大约34公里处 大量土石严重摊坊 土石泥沙覆盖满整条道路 人车已经完全无法通过 待念听端访问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我们五峰大桥 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水位 另外受到台风风势影响 嘉义线阿里山乐野村 台18线66.2公里路段 今天清晨6点多 强风导致边坡的巨树倒塌 造成道路双向交通阻断 所幸没有人车伤亡 而交通部公路纵局也赶紧进行抢修 在上午8点半左右 已经恢复双向通行